哈喽 大家好 我是醉影 欢迎大家来到全黄九七的实况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来自于黄鹰和二虎 来看黄鹰开场选出他的皮皮猪 对面八神作为首发 哎 大猪试图用一个转锤快速机器 然后把八神逼到角落 他真的成功了 哎 闪神被咬 这个距离刚好破招 落地闪神 落地转锤 落地转锤 魔血加机器 八神貌似已经懵了 但是他并未放弃 八神间在发起第一波攻势 这把攻势究竟能不能奏向 就看他怎么攻了 不好意思 一点血 好 一颗气挤满了 因为刚才在角落的话没有气啊 被压得特别难受 现在有气了 也该浪一波了 跳地卸风 揪过来 落地八神女 滴血翻盘 黄鹰这一局要哭了 好的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局 第二局来看黄鹰的小猴子出手 看那个小猴子怎么打 猴子 我们知道是黄鹰最拿手的一个角色 也是世界最骚猴子 哎 过击过击 空中两连撞 空中弹一下结束 因为这个猴子灵活度已经被黄鹰开发到极限了 接着来看第三局 第三局是二虎的大猪 大猪能扛住猴子的几波操作吗 哎 大猪转出机器 其实大猪如果防御做好的话 然后再加以足够的反击是可以的 哎 跳起来 咳鸡 咳鸡 回手超 然后继续起跳 哎 对手大招出来了 大招裸出猴子以飞翔脚接超杀的方式打出最高伤害 白白了 而且还是最秀的一套连断 其实不接那个飞翔脚也是可以死的 接着来看第四局 第四局二虎的大门来了 大门能登到小猴子吗 哎 猴子隔击又是这种超快速度 啊 带入必杀技 没谁了 必杀技之后又掉了半血 然后猴子继续隔击隔击 上冲下冲 对着脱上服 打一个上 打一个防空 但是又被猴子来了一番 四连撞 已经扛不住了啊 咱们来到下一场 黄毅首先拿下一分 我们来看第二局啊 第二局来看二虎 他还是选择老三个角色 好 这一次一人用这个 这一次选择了用八神开路 来对抗打猪 以后又是陈国瀚啊 跳起来轻手挥手摸 转锤摇一下 哎 角落直接转 这一波不摇 不转锤摩雪了 换了一下套路 现在才开始转锤摩雪 转锤摩雪 来转锤再摩 八神仍然是没有气的状态 他跟着急没有用 哎 敲下来再摩 八神跳地抢空 回手套 方法过去下巴两点 对手绑住了 葵花一试两试第二五 第一次第二次没有接好 慢了一下 放了一下针 来看第二局 第二局看二虎的大猪出手 看这个大猪怎么玩 哎 大猪后车 黄翼大猪也是直接爆气 一咕噜被弹 跑跑过去晃他一下 哎 前中小天儿 对手稳住 可以把3D 看这个大猪该怎么办了 跳4D 论一下 血量不多 三分之的血量 哎 小天儿一点血 黄翼该早饭 闪身 哎呀 一个闪身又被对手砸了下来啊 接着来看下一局的 下一局看黄翼第二个猴子又来了 这个小猴子 这一局是不是要大爆发了呢 不是没带啊 哎 猴子直接爆气 猴子咳唧咳唧 前出过来跳飞 然后再跳飞压身一个立项 猴子咳唧穿刺 哎 回首 回首再次冲刺 这个猴子太 进攻性太强了吧 哎 进攻欲望超强 你看再次咳唧 可起飞 大猪就这样被废了 跟着猴子节奏再走了 这属于 下面杀到二虎最后一个角色 看他的大门出手 来看大门到底能不能稳住这个猴子呢 大门的头上扶上一局 也没有多大效果呀 跳地接不住 接着直接进行防御 猴子咳唧咳唧又来了 又开始这种快速的操作了 飞翔角压一下 然后咳唧咳唧弹一波 一波cd弹住 然后再利用这快捷都进行萎压 就是要击溃对手的形态 你看大门已经不行了 哎 压制压制 轻手挥手套 空空跳一下 抢空结束 大家来一波关注 每天更新精彩段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